當陽光再次回到哪 來請得得萬里老家 我會拿手機在臉書上打卡 問你要不要拆 趕快要不要拆 被認定是繼承違建 Google大家去找喔 賴皮寮喔 出了一個新地標喔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賴皮寮的評分 上面有2.4顆星 我的粉磚 我的評分只有2.3顆星 我又沒有違建 為什麼我的評分會比賴皮寮的評分還要低 這個話題說真的 從9月一直燒到現在 怎麼還沒有結束呢 這個呢 我有想唱歌的 我想唱一首跟旅行有關的歌 我就想到一首叫做國境之男 國境之男我今天想要把它改成那個 違建之歌 好 當陽光再次回到哪 來請得得萬里老家 我會拿手機在臉書上打卡 問你要不要拆 當陽光再次回到哪 來請得得萬里老家 來請得得萬里老家 然後這什麼 趕快要不要拆 被認定是繼承為建 Google他去找 賴皮寮 除了一個新地標 而且最好笑的是 賴皮寮他下面網友給他標註叫什麼 未在新北市的宗教聖地 變成宗教聖地 到底到底是哪一個叫 這真的很好笑 我會看一下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我今天就是想唱就唱 但是如果大家覺得有更切合主題的歌 也歡迎大家可以在那個聊天室點起來 要抖內也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在抖內 我們一起來聊聊天 賴皮寮這叫宗教聖地 評分2.3顆星 我們先看一下網友們怎麼說這個 哇這個字小到一個 我真的是看不到 我看一下 他說呢先拆賈博士的祖墳 再拆賴皮鬼的空寮 賴皮寮 然後還有人說請問這裡是賴清德副總統的家嗎 跟你說是 然後呢有人說朝聖還給了五顆星 有人只給一顆星 再來我們來看到這個 有人說這是耍賴啊 賴著不猜啊 然後有人說氣派公寮No.1 就是No.1的氣派公寮 這個公寮改建到底是怎樣 不過呢我今天看到了這一些留言 看到了這個新的地標 我其實很生氣耶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 賴皮寮的評分上面有2.4顆星 我的粉磚 我的評分只有2.3顆星 我又沒有違建 我沒有違建 為什麼我的評分會比賴皮寮的評分還要低 為什麼會低0.1 所以在上一次那個賴皮寮的事件發生之後 然後呢我的評分就被狂喜 現在只剩2.3 大家不來救一下我的評分嗎 憑什麼 我又沒有房子 我在等著那個侯康代的貸款下來 我就可以買房 我又沒有房子 我又沒有違建 為什麼還比賴皮寮的評分還要來的低 好啦這跟大家開開玩笑 PTT上面有網友就問 明天想要去北海岸一日遊 問一下Google地圖查景點 出現一個萬里賴皮寮 還有五星評論 有點興趣 請問各位旅遊達人推薦嗎 被你說我還在賣的 我還在在意那種事 當然要在意啊 憑什麼 我為什麼第一賴皮寮0.1顆星 我的粉磚就這麼樣子 不如賴心得的老家嗎 好可能真的不如啦 因為鄭克爽的梗圖非常的好笑 人家是觀光聖地 我只是一個臉書上面的一個小小的小天地 不一樣 鄭克爽說上面那個叫法國知名的羅浮宮 中間呢是韓國知名的建築景浮宮 下面呢是台灣知名的維建 賴神宮 都是宮 對啦我就是不如這種 這種宮啦 所以呢我的評分才會那麼低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哦 網友怎麼說 哇這個如果 違建啊 然後財產申報不實啊 逃稅啊 又說謊啊 然後有人說笑死 這個賴哲不猜直接變成了景點耶 有人說風景不錯 就是有人賴哲不猜 非常非常的巴巴 哎呦猜一點吧 那個念出來不行喔 還有人說這是網紅的打卡點 對下次大家記得 週末假日沒有地方去的時候 哎就可以去那個賴清德的老家來看一看 呵呵來打卡一下下 可是喔我覺得更好笑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晚上在那邊搜我發現 哎呦不只賴皮寮耶 旁邊還有一個新的地標 叫做憲兵駐地賴哲不猜 我跟你講賴皮寮喔 他的地址是84號 我不把那個所有的地址講出來 84號 然後賴哲不猜的憲兵駐地是85號 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有原因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因為我們那個記者有實地的來到這個賴清德的老家 我跟你講很多人現在想要去直播啊 大家會想要我去那邊 錄一段影片回來嗎 我不知道進不進得去 但是我們的記者確實有到了這個賴清德違建的老家那邊來看一看 為什麼85號會叫憲兵的駐地呢 我們一起來看這一段報導 賴清德老家違建打死不拆 記者實際走訪 他在萬里這棟堪稱全國最高級公僚 沒想到記者前腳才剛到 車都還沒停好 已經有神秘黑衣人上前敲車門 這個站崗的這一個 你是那個國安局的是不是 是憲兵 請問你來會下車嗎 我們會 我們以原車違建線我們那邊不要進去好不好 真的沒聽錯 賴清德的老家飛彈不打算拆 距離違建10公尺外 現在還有憲兵隊 兩兩一組24小時輪流戰哨 港哨後方還有一棟神秘小屋 憲兵不時忙進忙出 似乎已經成了憲兵隊辦公室 記者在場拍攝不到10分鐘 第一批巡邏員警來簽到 好各位看到了嗎 旁邊的就是憲兵駐地 本來那個記者問他說 請問你是國安局嗎 他說不是我們是憲兵 然後你就發現原來在隔壁真的有個憲兵駐地 然後還有一個港哨 這問題在這邊就是 憲兵領的是我們國人的納稅錢 他們為什麼今天領著國人的納稅錢 在賴清德的萬里老家守著 幫他守老家違建 為什麼 為什麼是領我們的納稅錢去看管他們家的違建 這明明就是違建啊 這違建 現在不拆 但是賴清德可以自拆啊 賴清德為什麼不自拆 你看就 黑衣人就已經先走上來來問一下 來關切一下 因為 現在是怎樣 這不就是一個公共空間嗎 然後呢 你看他們的警戒心很防備喔 是不敢給大家拍裡面的什麼東西嗎 然後大家也都有看到那個賴清德 那個家旁邊的那個花園 也是弄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還有這個神秘小屋 你看這限幣居然可以24小時 你在那邊駐紮 我們的納稅錢這樣花嗎 你是一個違建耶 違建有必要這樣子 時時刻刻看警嗎 而且呢 記者一到 警察也跟著來巡邏 要搞成這樣子草木皆兵 是覺得怎麼樣 是怕別人直接拿那個 你知道大部分裡面有那個怪獸卡 是怎樣 是怕我們有怪獸卡 一開到那現場 就把這個房子拆掉嗎 要這樣子 這麼不給人家看違建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畫面 都只能從那個 旁邊的那個樹叢裡面 去稍微的看一下 賴清德老家的現況 我們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的直擊 因為旁邊的憲兵都管得死死死啊 是這樣子享有特權的嗎 是這樣子 這麼樣子傲慢的嗎 所以呢 來看到許如生就說 亂花人民的納稅錢 KH Chen說 我可以下令拆 對 很多人說 為什麼這次新美市府不硬起來 但是如果以他們的認定來看的話 他現在就是先拍照列館 然後綠營就帶風向說 這個是不用拆 他也不是不用拆 而是說 現在沒有辦法優先處理 之後還是得要拆 然後Ben就說 拆了就壞風水啦 就不能躺著贏啦 有人說好扯啊 真的有夠離譜路過的Lear One都說很扯啊 然後有人就說不要逼他 要逼他 為什麼不能逼 為什麼賴清德的聯訪那麼少 然後為什麼大家不繼續追他的違建 他都說依法行政之類的 那你完完全全就沒有講到說 哎呦你這棟房子到底是不是 2003年以後才新建的嗎 就是民國70年後才新建的嗎 好可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相信藍營這邊 其實趙少康也打得非常非常的猛烈 今天趙少康有再一次的 針對賴清德的老家來進行回應 我們來看一下趙少康的說法 這邊再跟他再次喊話 清德兄 這個你把你的違建拆掉 我就辭掉中廣董事長 你是依法應該把違建拆掉的 只是還沒有排到你 我是依法不需要辭中廣董事長的 我都願意辭 我覺得 所以我再跟你喊話一次 你猜違建 你猜非法的違建 我就辭掉我合法可以不辭的 中廣董事長 好大家看到的是趙少康的說法 非常非常的有力 因為他從前幾天的說法 一直到現在 有人說呢 這是特權法嗎 忍者挖說裡面有牛油 賴清德小說說好像是擦牛油去 去修覆他的傷口 所以是因為有牛油在裡面 不能拆太高貴不能拆 然後宜潔說韓國瑜就立馬拆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賴清德不拆 那剛剛趙少康其實說真的 趙少康這一句話很高招 他說呢 賴清德你拆了你違法的違建 我就辭我合法不該辭的動作 所以原則上來說 這就是一個合法和違法的一個選擇 但是趙少康完全站得住腳 這一句話對趙少康沒有扣分 他完全站得住腳啊 因為按照廣電法的規定 是只有擔任黨公職的話 才是必須要辭掉 他所謂的這個中廣的動作 可是呢 他現在 本來就可以不用辭啊 那趙少康也說他TVBS的節目 也請假了中廣的運作 他也沒有在運作 他已經高出這個法律的標準 所以他依法 合法依法行政的話 他是不用辭掉這個中廣動作 反觀賴清德的違建呢 賴清德現在就是 面臨一個拆和不拆的選擇 所以呢 趙少康這句話很高招 那賴清德如果今天不拆的話 那就變成是 大家就一直在那邊看嘛 看他在那邊哭哭啼啼的嘛 這個是大家對賴清德的印象 因為你就一直賴皮 你就一直不拆 別人的違建 你罵了你都拆了 但是你的違建不拆 可是今天如果賴清德拆了呢 那他過去哭五次的眼淚就白流了 因為他們現在民進黨的定調說 感覺起來他好像是一個被迫害的 是這個法律體制底下的這個受害者 所以他覺得他是合法的 他一再強調他的房子是合法的 可是新美市府都認定那個叫 既存違建 既存違建 還叫合法嗎 所以 趙少康就是用他的中廣動作去換你一個違建 那很顯然如果以這一句話來看的話 賴清德應該 你等要表態你到底拆還不拆嘛 那如果你真的拆了的話 代表你認定那個是違法 代表你過去哭得稀里花啦的 那些你苦心經營的悲情牌被受害者的人設 你就直接完全崩壞了 這是賴清德可以承擔的後續選票的後果嗎 而其實說真的 這一整件事情 你從九月發展到現在 賴清德早就可以拆掉 他為什麼不拆 他如果拆了的話 說真的到現在就不會炒出這些事情 還不會看到有獻兵要在他的房子外面在那邊駐紮留守 都不會有這些 可是他不拆啊 他就繼續賴下去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